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网传微博之夜座位图 杨颖和迪丽热巴挨着坐 大扫高夜没坐前排 3月23日 微博之夜陆陆续续关宣嘉宾阵容 已经确认参加的明星有蔡徐坤 迪丽热巴 古爱玲 高圆圆 胡歌 雷佳音 玛丽 时代少年团 TFBOYS王俊凯王源 易阳千玺 王一博 杨子 周深等等 已经有这么多知名嘉宾了 但还没有官宣完 观众已经很期待了 网友纷纷留言 不知道这一次谁跟谁坐一起呢 85花和85花怎么坐 90流量花和谁排 帝国还会不会坐一起 顶流帅哥们都怎么安排坐位 夏日CP们会不会放一起 95花可不可能排排坐 光平想象就已经很热闹了 就在这时 网友曝光了部分座位图 让网友大饱眼福 在网传图片中 易阳千玺坐在高圆圆和雷佳音中间 杨幂坐在雷佳音旁边 他们都是第一排 而杨颖则坐在唐嫣和迪丽热巴中间 迪丽热巴坐在杨幂身后 唐嫣和杨幂处于斜对角的位置 这也太刺激了吧 王俊凯则坐在胡歌旁边 也是第一排 王俊凯身后是龚俊 而胡歌的身后则是刘诗诗 胡诗即将同框 太期待了 杨子坐在王一博和蔡徐坤中间 布网友已经开始憧憬蔡徐坤 给杨子提裙子的画面了 值得注意的是狂飙中的大嫂高叶 没有坐在第一排 而是坐在第三排 他左边是大鹏 右边是徐凯 没跟狂飙剧组的人坐在一起 以前这种活动 根本轮不上高叶 这次是真的红了 真替他开心 高叶最近频繁出席活动 也开始接大牌代言了 人气是真的上来了 看来演技和观众喜爱度 还是很重要的 至于狂飙的其他演员参不参加 还要看最终投票数据了 目前张颂文的票数领先 不知道主办方能不能请到他 当然了 目前只是网传消息 最终邀请哪些明星 座位怎么安排 还要看当天的安排 你们期待谁跟谁坐在一起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